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薰 歡迎收看電玩宅素沛 靠著開發一系列東方風格遊戲 而大獲好評的中華網龍 也即將推出他們最新作品囉 不過大家應該想不到 這款可是有隆隆西方奇幻風格的 亞特蘭提斯喔 那就趕快來看看這款令人期待的大作吧 大家還以為中華網龍 只會開發東方武俠風格的遊戲嗎 那可不一定喔 為了更加積極拓展全球市場 中華網龍也公布了 開發已久的超大作 史詩級3D奇幻大作 亞特蘭提斯 展現了少見的奇幻蒸氣 龐克風格 結合魔幻與科學 先進與中古共存等元素 讓玩家體驗不同於以往的新風貌 我們也請遊戲研發團隊 來跟我們分享遊戲開發秘星吧 因為目前市面上 已經很多東方武俠風格的遊戲了 那我們這一次的目標是全球的市場 西方奇幻文學也許是大家 更能夠接受的 我們想要帶給玩家新的風貌 所以我們做了這一款亞特蘭提斯 亞特蘭提斯帝國他曾經非常的 但是在ATG9999年的時候出現了 陸城預言 預言亞特蘭提斯會因為 持歐時的爆炸而入城 所以玩家和小王子捷克一行人 搭乘飛空艇準備前往 有新亞特蘭提斯之稱的 西方島嶼去 重建新的王國 但是隨著破壞神的出現 那玩家的重責大任 除了是重建亞特蘭提斯之外 最重要是要阻止破壞神毀滅這個世界 亞特蘭提斯強調的是 魔法與機械的結合 在場景風格的設計 更巧妙融合多種不同元素 帶給玩家的視覺享受 也更為豐富喔 亞特蘭提斯的場景 我們這一次是使用了一些 金屬的元素 包括可以看到的遊戲當中 很多的齒輪結構 包括一些人力的動力的一些風車 或是風業 這種所謂的人力的動力結構 去跟金屬做一個搭配 目的是希望能夠強調一些 蒸氣旁克裡面 特殊的一些風貌的呈現 然後讓玩家產生一些 更奇幻的一個想像力的一個衍生 是的 我們初期讓玩家 可以選擇六大神器 可能有黑帽陶冠 或者是閃光巨劍 這兩個武器 這兩個裝備 我們可以讓玩家 譬如說黑帽陶冠 我們可以從NPC身上 去奪得一些金錢 然後閃光巨劍 它可以幫助玩家 提高瞬間的一個攻擊力 還有攻速暴擊力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設計的方向 除了美輪美奂的場景設計 亞特蘭提斯在人物造型 與坐騎系統 更有不同之前作品的設計感 蒸氣旁克風格的造型 絕對讓人耳目一新 這次人物每個都有自己的個性 跟世界觀外 然後主要融合巴洛克風格 跟蒸氣旁克風格 然後我簡單說一下 什麼是巴洛克風格 那就是融合了古典 然後誇張取材的剪材 然後我們就叫巴洛克風格 然後再來是蒸氣旁克呢 主要是簡單來說是古代科學魔法 所以我們人稱是蒸氣旁克風格 在坐騎方面 主要分成兩大 一種是飛空艇 那另外一種是遠古生物系列 那在飛空艇方面呢 除了空中採礦還有競賽之外呢 在低空方面 可以做成步行方面的交通工具 那在服裝方面呢 主要有三階到六階的變化 那隨著玩家等級不同呢 都會有不同的外型上的變化 大家看了這麼精采的解說 會不會覺得很心動呢 亞特蘭提斯結合魔幻與科學 先進與蒸骨共存等元素 將引領玩家進入全新的奇幻世界 也歡迎玩家親自來感受囉